居瓷是一门古老的民间手艺 是指用两头带钩的居钉 将瓷器破损处聚合起来的记忆 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有句俗语 没有金刚钻别懒瓷器活 说的便是居瓷 家住贵州六盘水市中山区的八零后小伙柳波 是家族第五代居瓷记忆传人 其经过多年制作经验积累和探索创新 不仅传承了古老居瓷记忆的功能实用性 让一堆残瓷起死回生 更是让修复后的瓷器 成为了一件件独具韵味的艺术作品 近日记者走进柳波的工作室 实地探访居瓷这门手艺绝活 由一排木柜搭建的工作台 台面上摆放着电钻 钳子铁子等大大小小的工具 柳波此刻正专注细致地修复一个 初遥于民国时期的反骨瓷碑 在将破损的瓷碑对缝贴合好后 他开始制作鞠钉 制作鞠钉的时候主要是打孔 你孔打大了 鞠钉小了是不行的 所以鞠钉和打孔的孔一定是一样大 这个也是比较难掌握的 而且还有一个在打瓷器的时候 这个孔洞只能没入瓷器的三分之二 它是不能打穿的 打穿了肯定就是不合格的东西 伴随着悄悄打打的声音 柳波的整个修复动作如行云流水 在经过队缝 定位 打孔 制钉 上钉 精修等事遇到工序后 破损的慈悲捏盘重生 1994年和我拜拜学了这个手艺 这个手艺叫固炉酱 烧一个炉火 花铁水 修锅 鞠盆 鞠碗 鞠大缸 和他走街窗户的修这些东西 以前修瓷器是因为这个瓷器家里面 哪家买了几个碗 都是有树的 而且瓷器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就坏了以后吧 就拿修一修 还可以继续使用 物以致用 以前中国的这种节俭的这种精神 都在里面的 柳波传承的刘氏居瓷 刘传区域主要在六盘水市 中山区三块田村一带 刘氏居瓷通过祖祖辈辈 口传声教的方式进行传承 至今已有两百余年 这个瓷器是江西池业公司出品的 这个瓷器的居钉就是大概在七到八十年前 我曾祖父居上去的 两颗居钉的中间 距离很小 瓷器容易崩 必须要有工艺道的人才能居这种居钉 否则很容易就把瓷器打崩了 传承这个手艺 第一是家里面传承下来的一些这种工序 现在的居池呢 我们结合了一些美学上面的东西 比如一些战客的金银铜片 然后贴花贴在这个瓷器上面 把瓷器做一个进一步的这种美化 让它提升到可以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这件器物 这也是我们现代居易的一个特征 说起居池 刘伯一脸的骄傲和自豪 从手艺人到手艺人 它用年复一年的岁月 传承着先辈的精湛技艺和工匠精神 让一件件残缺的瓷器焕然新生 因手艺了得 这些年亦有不少陌生人 瓷器收藏家和爱好者 慕名前来找它修复瓷器 我自己的眼光看 就是纯手工艺的东西 才会和人产生感情 它是孤品 就这么一个 就是碎了你也舍不得丢了 你肯定会找一个居池的师傅 把它修好 拿回去用 你再用三百年 你的儿子儿孙也在用这个东西 这个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吗 在生活的美学上面 它肯定也是一种美啊 我觉得 让柳伯担忧的是 随着时代发展 一些老行当正渐行渐远 如今 专门从事居池的匠人越来越少 家族传下来的手艺 到他这一带 也仅有他艺人 为此 近两年来 柳伯开始以招收学徒的方式传艺 现在学习这门技艺的人不多 传承成了我们对大人的难点 不管是居丁或者是课片 都是需要慢慢地自己去雕琢的 这个过程肯定是枯燥的 需要尽心去做 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手艺 有人学 有人传承下去 不能毁在我们这一带人手里面 这一带人学习 操作这一带人手里面 我们不会上次行 我们自己去社交车 对于大人的没人 我们不想说 我们不想传带